今晚開戰吧 大鳥哥 你有沒有覺得愛糊爛的人 經常講這個講那個 其實都讓你分不清是真是假 但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糊爛也是要有天分的 我跟你講 這個我直指就厲害了 他有一年過年來家裡做客 親朋好友小孩一大堆 他突然放了一個連環屁 小孩子說好臭啊 噁心喔 我跟你講他一本正經的 跟那些小朋友講 我跟你講 這不是屁 這叫福氣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過年的時候能夠放個連環屁 代表你一整年福氣滿滿 以現在的這種醫學科技來講 這個叫吃得好消化系統 非常的讚 對 然後也不是說每一個人 人人過年都可以放連環屁 對 所以 我聽他在屁 這樣也可以編 我跟你講講完以後 那一整個晚上所有的小朋友 都一直在擠屁這樣 你放了嗎 這樣也可以 所以說觀眾朋友 能夠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是一種才華 真的 還是說什麼都能唬爛 真的讓人家想要翻飛 不是 你講的喔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我三位虎爛王代表 這通告太好了 是喔 虎爛王來到現場 我們要請一些評審團 我們要請一些評審團 我們要虎爛神 對 虎爛神 比他們還厲害的就對了 來先聽他們到底唬爛到如何的程度 對 好不好 來 歡迎這兩位評審團 歡迎 謝謝米妮 謝謝 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可以跟唬爛畫上本號 沒有 不會 我們做人這麼真誠 整個臉看起來這麼誠實 對 對不對 從小沒有人說我們會唬爛 我們講的都是句句實語 但我講一句老實話 你沒有唬爛的話 你不會在演藝圈是 是嗎 沒有 但我講一句老實話 他沒有唬爛 他不會 他不會 因為剛剛在休息的時候 不是 因為他剛剛來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講說 這外套怎麼那麼熱啊 我這外套要不要穿 工作人員 不會啊 蔡明剛 你穿一定很帥耶 對 我這個棒球外套 我本來都想說 這是年輕人在穿 OK對不對 我們穿起來好像在裝年輕 然後現在攝影棚裡面 那燈打一下好熱 好熱 我這準備脫下來 你不能脫 不能脫 這樣才有年輕感 不好意思 你是棒球外套 因為經典上是要看東森 對 來 來 來 你真的在留 你真的在留 我穿那麼爛了耶 因為他這個太高了 沒有這樣 我是硬穿的 但是昌明哥這樣穿 真的很年輕 很潮 很像羅志祥耶 對啊 羅志祥 我這個羅志祥要很害羞 太帥了啦 這個你也可以糊爛下去 沒糊爛啊 真的 你表情他不真正的 在演藝圈已經從那個 混了那麼久了 人家知道怎麼應對 是啦 飯可以亂吃 話可不能亂講啦 有些那個唬爛話 一聽就說 怎麼會這樣唬爛到家啊 天啊 對 但是有一些唬爛話 就會讓人家深信不疑很多 其實你剛剛如果一本正經的 真的在講說這個放屁 然後後來變成是放鞭炮 還真的會有人講 會 我也覺得很合理耶 對不對 一定會有人講 你這個題目拿去全民心攻略 我會選這個答案 對不對 不是 全民心攻略對不對 好合理喔 太上話的那個聲音來講對不對 對啊 那絕對就是一個新聞 會播報的一個提成 是不是 真的喔 但有網友就講了 說能夠糊爛 其實絕對就是你的天資聰盈 因為糊爛真的是要天賦的 那能夠被糊爛的 你可能就是太傻 豪傻 好天真啦 所以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就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 糊爛你絕對是特別 聰明又懂生活的情趣嗎 聽舉牌 懂生活情趣喔 我覺得會糊爛的人 不一定懂的生活情趣 不見得啊 要看你糊爛的東西 但如果有他在的話 這個現場氣氛應該會很活絡 對 幽默感 也有幽默感 我跟你講我年輕的時候 我大概十幾歲 那時候不是開始模仿秀了嗎 對 然後模仿政要嘛 那個李前總統 對 然後我那時候又剛好沒當兵 有一個人就跑來問我 你為什麼不用當兵 你身材看起來又好好的 你為什麼不用當兵 我就看一下旁邊 我偷偷跟你講 你怎麼了 我外公是李登輝 真的啊 而且你很有很聰明 有講外公 對啊 姓就猜不出來 對啊 我如果說我爺爺是 對啊 對不對 我外公李登輝 真的啊 他後來事後就跟很多人講 真的假的 不是公公 外公是李登輝 你還在唬爛嗎 好啦 到底多能唬爛呢 馬上看一下這三位引以為傲的 都在這上面 好 的事蹟 有些說不定我們到現在 還真的以為是真的耶 你不是跟白雲真的有染嗎 沒有 看起來是 我還跟藍天大海有染呢 我跟你講 我記得你跟他有染完 秀慧姐還這樣生氣耶 對啊 是不是 白雲真的好幸福 我跟你講這事情困擾我超久的 那天不是你也在 那一場是在友台錄影 他 我告訴你現場改題目 我們原本講的是 然後現場來的時候 突然說最好改 我們改錄爆料大會 然後我們就說改 那我要講什麼 他說你就把 你跟白雲哥的事情 講成一個爆料 我就說白雲哥跟我沒什麼事啊 他就說那假 因為他變成爆料大會 所以我要講得比較好笑趣味 又要生生不祕 我就當然只能講說 其實有一個演藝圈前輩 我也很喜歡摸我的手啊 然後什麼什麼的 最後我忍不住了 有一天呢 我就跟他走進一個飯店 然後跟他共度了一宿 為什麼我會講到 這種越來越扯的唬爛 是順勢而為 我剛剛我是一個 因為是製作單位 你哪有善良 他講的時候一點都會避諱 他說有一個演藝圈大哥 會偷破我的手 還幫我按腳 按腳的時候 我們他說誰啊誰啊 那我不能說 我不能說 我沒有這樣 我還說他是電影明星 然後有英文名字 叫懷特克勞德 懷特克勞德 白雲嘛 對 然後那時候 大家開始打槍 懷特在懷特 懷特在懷特 對啊 然後透視劇作 你真的是唬爛於無形耶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因為製作單位希望我往下講 我就配合往下講 最後我就只好講說 我們在飯店共度了一宿 然後全場開始一直笑 然後主持人叫我打電話 call out給白雲 結果咧 white cloud 對 白雲 然後白雲就說 沒有這件事 我有多傷心 你還可以拒絕 我還可以拒絕 我要承受這些 然後這個事情被寫成新聞以後 整個過年親朋好友 都在問我這件事情 我真的以為是真的耶 我也以為 真的是真的啊 我從頭到尾講的 只是一件事情 是白雲哥的體型 因為我喜歡肉肉的 我就喜歡肉感的 最好瘦子來找你 你會拒絕他咧 消毒還會拒絕 你之前那個不抓 你之前那個也是 你之前那個不抓 他胖 我喜歡有肚子 像昌明哥 你不要看他瘦瘦的 他一定有肚子 你不要躲 你怎麼知道 你看又有染了 我又有染了 你下次又要講 我跟你去哪裡 共宿於宿了是不是 沒有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白雲哥也沒什麼不好啊 幽默 善良 風序 經濟條件也很好啊 然後我會覺得 我看得到白雲哥眼中 別人看不到的優點 我覺得 大家都不喜歡白雲哥 我喜歡啊 我們沒有不喜歡白雲哥 怎麼不喜歡 你這怎麼這樣 誰不喜歡他 跟一跟他有沒有有染 是兩回事耶 好 但我必須講 那一集節目是不是就 因為我的唬爛 就造成網路熱議 那最開心的是誰 就是製作單位啊 跟那些媒體啊 我就犧牲小我啊 沒關係啊 我可以跟他有染 因為我單身啊 我不在乎啊 沒關係啊 這白雲哥會不會很困擾 對啊 你現在竟然要講 你真的 真的有網友 就相信這件事情 我其實覺得很奇怪 網友怎麼會相信啊 你那說 粉絲或觀眾怎麼會相信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有時候真是看了就是會相信 我就是被沈玉琳騙過嘛 沈玉琳不是在那邊講那個 潘若迪 對啊 泡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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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潘若迪以前紅不紅 還好 就是這個泡沼 把他給炒紅的 泡紅了 泡沼的 他整個人生巔峰 就在跟寶姆泡沼 所以他要謝謝寶姆 對 真的 然後講完他的故事 我就聽到就津津流 我說 真的喔 那麼好 那我也來找一個寶姆 沒有沒有 你找不到啊 這怎麼會有這種 陪你泡沼的寶姆 難說喔 我真的去問了潘若迪 你真的想找 我真的問他 我說 你這寶姆怎麼那麼好 教小孩子念書 然後小孩子哄睡了 然後你們可以在那邊泡澡 然後在那邊追逐 跟圓外玩遊戲 我說很爽耶 你也想找是不是 我不知道 然後我說 那你 我還問他這個 我變成把他白癡 他說 沈云林說的你也會相信我 那是編的 夾掰的 真的很容易 可是我跟你講 就是被講完這故事之後 當事人這樣反駁了 我還不相信他的反駁 對 為什麼我們在演對不對 我說你少來了 你根本是好料 不願意分享給好朋友 對 你想要求我 也有對不對 不想要猜你的同樂 所以你跟白癡一定是真的有 真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最好笑的是過年之前 有個男生對我有好感 然後我們過年的時候 有去唱歌 那男生語重心長的握著我的手 跟我說 我看到你跟白癡哥的新聞 你是不是嫌我太瘦 他真的 所以他也相信啊 他可能沒有相信我跟他有染 但他覺得我一定喜歡白癡哥 這種身材 所以你的擇有標準 就是要有肚子 要有肚子 但是我說的肚子 誰無肚子 誰無父母啊 對啊 我說的肚子不是吃吃吃得很肥的 是要有運動的肚子 運動的肚子 聽不懂啊 運動的肚子 你覺得白癡哥那是有運動的肚子 所以我 他那個是做過切胃手術的肚子 對啊 怎麼就是有運動的肚子 好啦 但亞棠為什麼要忽然自己有小孩啊 不是 是因為我們有一次就是我們有一群人一起出去 然後我朋友他就帶了一個新朋友來 然後那個男生呢就是嘴巴很溜你知道嗎 就是跟每個人都可以聊天 男男女女什麼什麼 然後結果他就坐好朋友跟我說 你很漂亮耶 然後就說 可是我有一個八歲女兒 你還覺得我漂亮嗎 為什麼你要這樣 為什麼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你就是戲gay啦 什麼的 然後可是 就是 我就覺得那你就去跟別人啦 不要吵我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有一個八歲女兒喔 我說對啊 怎麼了嗎 他就說 那 可是你們這樣子演藝人員 不會被人家拍 或是你生小孩人都沒有 沒有人知道嗎 我說 八年前我還沒有開始拍戲耶 對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是再下一次 又遇到的時候就是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 美國人都很喜歡煮菜 他就約我們一起 他就做了牛排啊什麼 他自己做了巧克力花生派 然後我們吃一次還剩一半 結果那男生就說 亞棠 你帶回去給你女兒吃啊 然後我就說 不可以 那個有巧克力 我們家女兒不能吃 然後後來他走了之後 那個外國人就問我說 你有女兒 你女兒不能吃 這個很好吃 你到底給他吃 我就說 我女兒是一隻狗 他不能吃巧克力會死掉 那個是毒藥 他說那你為什麼要這樣騙他 我就說 好玩啊 那個人到現在還深信不疑 因為過年的時候 我就錄我哥哥的女兒 假裝是妳的 沒有我發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我就發那個 Anseagram的線動 我就跟我子女說 我就說新年快樂 然後他就說新年快樂 什麼就發了線動之後 他就馬上發那個 就是私訊說 你這樣子別人會發現這個小朋友 然後我就回他說 我就回他說 他有叫我媽媽嗎 他說也是喔 我去年也有一個類似的 我們講的是部分事實 這是老婆了 因為我去一個 綠茶開了一個酒吧 然後我很久沒有出門喝酒 我就去 然後就帶了一個女伴 然後有很多人在裡面 我就看到小優 我說完蛋了 小優這個人嘴巴出了名的大 真的假的 他一看到他就告訴全世界說 哇大根今天又帶了一個妹出來 然後又起來他就說 大根我好久沒看到你 我至少一年了吧 我說對 我很久沒出來 他說這個是 他就問我那女伴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就直接告訴他 她是我老婆 然後我那女伴嚇一跳就 沒有 嚇一跳 然後我說 我就說對 然後他說那你怎麼那麼久沒出來 我說因為我們在養小孩 就我們生一個小孩 七個月 但是你不要講 然後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女藝人叫夏儀威 他想說真的假的 就把我們按在包廂上做 什麼時候的事 就是七個月 所以我們很久沒出來 對 真的很久沒看到你 你家裡地址給我 我要寄尿布給你 然後我後來那 我哥不要那個嬰兒車 用不用 我就寄給你 就一直講 然後我就說 好啊... 那我就給他地址 聊完之後 我說那你幫我保密 就想說好... 轉頭 他就跑到綠茶那一桌說 他有一個小孩七個月 然後綠茶說真的假的啦 然後整桌的人跑來我這一桌 說那個霸台 然後照著一整桌的酒說 來 我說要當媽媽爸爸不容易 今天我請客 到現在他們都還不知道 我到底有沒有 表海這件事情 可能現在才發現 我其實沒結婚 所以我問一下 就是說這一些 讓你們都會覺得 是非常自豪的嗎 主要我是不想跟小優聊天 就只是覺得好玩啊 是不是當下是不想跟他聊天 對 就覺得就先這樣 你看那個是私下 我私下是不會唬爛的 但我自豪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這一集 我有幫製作單位賺到收視率 這是工作上啊 對 是工作上 我覺得沒有關係 而且白雲哥有到處跟朋友說 何宇文喜歡我 他很開心 我還賺到一個好哥哥 他幫我接了三長尾牙 真的 他就是因為這個心 他 對啦 因為他就覺得 他以後可以跟我搭檔啊 是 那妳回到我家 妳媽媽有沒有落淚 我以為怎麼跟白雲有淚 白雲很好啦 真的啦 讓他小孩落淚 對 真爸爸 真的 不過你可不可以看一下隔壁那個板子 這個是狠的 這很苦爛 這不行 這什麼意思 跟鬼一起 這個才是真的 因為我跟鬼一起住五年 去 你看我講真的 我好爛 就胡爛 我住鬼屋住五年 你不能女朋友沒有化妝 你就講人家是鬼 我真的跟鬼住 因為我養一隻狗狗的 會幫我看鬼 反正那個鬼是很多大師 詹老師還是什麼大師都認證 所以我家真的有好鬼 詹老師講的 你也是一個就是鬼 不要鬧 詹老師就是一個鬼 對啊 我是因為我們那陣子住鬼屋嘛 然後很多事情 就有上一些新聞 大家就覺得說 白後來搬了 你聽我威威道來 後來我有一次出去的時候 我朋友知道說 我跟鬼一起住 所以他決定要看鬼片的時候 要帶上我 他覺得帶上我的時候 那鬼片臨場感會更夠 然後我想說好 然後就去看那部叫 中邪的第一集 然後他想說 台灣本土很可怕 然後我說好 我們去坐電影院 然後晚上去 還凌晨去 結果沒什麼人 那一廳沒什麼人看 時間很少就很可怕 電影院的椅子都是這樣 不是要先下 它原本就蓋好了沙發椅 我都坐在這 然後那兩個朋友坐在這 說怎麼樣怎麼樣 有沒有感應 他以為我這樣會通靈 你知道有沒有感應 我說沒有沒有 但是我給你換個位子 他怎麼樣 我去把那個沙發有沒有 先往下壓 就這樣往下壓 然後他會慢慢的 很慢的 對 往下壓 往下壓 我說我跟你換個位子 他說你幹嘛 我說你旁邊的沙發有人坐 他一看那沙發就陷下去了 真的有人坐耶 他登場有夠安靜 超安靜 我記得那部店 剛開始第一聲叫我 叫很大聲 然後他很快跟我說 我們能不能換回來坐 然後沒什麼人 我們就默默換回來坐 然後到離場的時候 看完他很安靜 離場的時候 我就說那走吧 然後他就不敢講我壓 然後我就走 然後回頭看他 他走的時候還這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繞牌耶 繞牌 繞牌走 就整他 很好笑 可是這個鬼 那個鬼屋後來 大家不相信 我後來跟鬼住對不對 我後來搬家之後 演藝人員跟鬼住的時候 其實是對他的事業有幫助 所以你現在開始走下坡 對 我搬 我自從搬家之後 我的事業住 我的演藝住越來越好走 你全部都是下坡 好好走 離開之後就沒幫助 可是真的 我差點死掉也是鬼幫忙 我從舊中路錄完影 凌晨2點多 然後我們隔天有一個節目 要我們去講鬼故事的 我們家發生的鬼故事 我就在車上 跟阿虎在那邊 蕊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要上一個 那個橋 它不是斜坡下來 就有一台車逆向 就是朝著我們100多公里 逆向下來 時速這麼快 真的 然後我要跟那個駕駛說 小溪那個星還沒講 就 撞 可是他是閃過我們 把紅燈的車 撞到七八爛 我們下車一回頭看 那個輪胎啊什麼 全部都在路中間 就我們沒事 然後後來我們點一根煙 要怎麼樣抽 那煙就彈出來到地上 然後就被鬼拿去抽 我們放在嘴巴的煙對不對 從嘴巴這樣 彈出來 你有感覺有人把你弄掉 你有感覺被抽是不是 對 因為我家最有名的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大停電 然後手機有燈 我就把煙點在那裡 然後錄影說 看我家是不是真有鬼 那個煙要 抽這麼快 我瞬間買一個苦爛王的單元 講成鬼月單元 對 對 其實我覺得 真的很難苦爛耶 但是你知道嗎 他的煙 本身他就有助燃劑 對 可是重點是 他是這樣抽 很快 你知道嗎 他就有人吸了三口 我們家是 門口有貼符的 然後那個八卦心 會藏在窗簾裡面 真的會變鬼月單元 太猛棒了 太猛棒了 因為他明明希望 他剛剛講說 鬼可以幫助他事業大好 你可以保命 所以他還弄八卦 還弄浮的 不是 那不是我 那個是我房東弄的 我一下 現在有講是不是 我一進去 我那個房東 八十幾歲的爺爺 他就抓椅子上 然後他女兒在跟我們接槍 那他女兒 他一看到我 就把我抓到旁邊說 雷 結果房子直接降價 兩萬六千塊 煮你們 原本三萬四 什麼話不講 直接降兩萬六 然後後來他女兒 就跟你講說 爺爺走了很多年了 他其實 然後就 你在跟誰說我 沒有啦 真的啦 是真的 你看你們都不相信 我的真實故事 好 另外以上三位 我們還需要投票嗎 胡亂王啊 對啊 真的 什麼好投啊 真的啊 真的 胡亂鬼 太胡亂了你 最胡亂的一個是什麼 他就說有鬼幫助他大好 他沒有好過啊 那個 有限嘛 每個鬼的能力有限 而且 他還在嫌 嫌這個鬼功力不夠 對啊 他還在嫌不夠 還嫌耶 說不定你現在 後面已經站三個 在等著排隊 我來問一下 艾琳斯老師 是不是有一些星座 就是不唬爛 會痛是不是 骨頭會痛 哪好啦 渾身不對勁 對啊 這三個上榜的星座真的是 非常有唬爛的潛質 馬上來看第三名 上榜的是我們的 郁溫恩 什麼 摩羯 摩羯 摩羯會唬爛嗎 摩羯很震驚 摩羯會唬爛喔 他不是已經是一個代表座 坐在那裡 他是被卡車撞過的 不是 他的唬爛特質叫做 氣場堅定 你真的不已有他 我們有這個 唬爛至尊 沈玉琳 玉琳哥 對耶 他就是摩羯座 玉琳哥就是摩羯座 對 所以他在講這些唬爛故事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他講的是真的 真的 厚哥也是摩羯座的 誰 厚 厚 厚哥也是 他看起來很會唬爛 什麼時候會唬爛 就是為了生存的時候 對 像玉琳姐 我們跟玉琳哥是 就這麼淋漓盡致 我們把唬爛表現得非常的巔峰 就是說他們 因為畢竟這是工作 對 所以為了事業也好 為了達成功也好 他不惜一切的手段跟代價 那我也要達標 我那天真的達標 那一天我們大家一起競賽 只有我被發稿 對啊 他講說有一個什麼 心機碼騙那個斗內 騙了幾十萬 大家 他說是女明星耶 既然沒有人在乎他是誰耶 誰 欸 你幹嘛 你幹嘛要弄到我頭上 幹嘛 奇怪 那一天錄完 你懂嗎 就是說大家講了那麼多爆料 結果竟然是我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算人治意境 有幫製作單位做到了 就是因為是工作 所以我們摩羯就是 不鳴則宜 不唬爛則宜 一唬爛就非常驚人 讓他再上 這個第三名 來第二名上榜的就是 我們今天 唬爛王 祝女女座 大根 你是祝女座 那你是祝女座 那你是祝女座 我是祝女座 你們家那個鬼 來 祝女座的話叫 滴水不漏 口才兩分 真的 我跟你講要吵架起來 祝女座是真的不會輸人的 而且我覺得他 唬爛最厲害的特使 是在於 他描述的細節 細到你不相信都難 所有的故事的起承轉合 包括他一樣 就是一本正經 講幹話的那個態度 他的態度 對 他一表現出來 就會讓你非常的相信 真的 昌明哥不能這樣 你不是祝女座嗎 你不是祝女座嗎 我不是說 我就是一個 不會唬爛的處女座 對 又野處女座了好不好 真的 你平常的民調 是不是都在看虎爛 沒有 我都是真實調查的 來來來 第一名是我們的 雙魚座 對 我還是必須給雙魚 我們雙魚座 虎的越大就是演得越大 這細精 從小就是細精 而且雙魚座是 會先說服自己 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他演得連自己都相信 對 因為他的演技非常的自然 跟呼吸一樣 我們之前那個 Jaco是不是 他不是想說 立足之交往過 對 那個成員怎麼樣 而且他們是神交 對方還懷孕 對不對 然後如何如何 所以他講的故事 或者是小優也是雙魚 對不對 對 口才是雙魚 對 雙魚真的很會胡亂 很會講 我正在廟會 遇到一個雙魚座學姐 廟會 他就他雙魚座的 然後廟會的那種陣頭過去 他突然起動 他就 他上身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可能 就屁眼 然後他就跑過來 我走過他旁邊他說 立香 然後我想說整他一下 我說我是你老爸 然後他就笑了 就很會胡 好會喔 他是唱作劇家 所以我才會說他 虎得越大 他演得就會大 演得連他自己都相信 那我們亞棠對不對 今天也坐在虎爛王 我今天就是來聽說 金牛座 沒有金牛很忠誠 很誠懇的 金牛的虎爛就在於 吹牛 我倒覺得他比較導向 像吹牛的狀態 比如說 我很照的 對 你們要去哪 OK 我一通電話 我就可以處理 可以 可是最後可能什麼忙 都沒有幫上 也會有這樣 或是說會自吹自擂 自己的豐功偉業 然後江山如何打下來的 然後他的事業怎麼樣 如何 這個是我們金牛座 會比較容易表現在 虎爛的特質上面 就手腳豬超容易被看破 對 因為他真的有時候 口太濁了 他腦袋又會當機 尤其要說謊的時候 又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對 他只好臭屁 我們是誠懇的人 從來不騙人鬥 除了有個八歲的小孩 八歲女兒 三次帶來給你看 全身都是毛 好 現在就想吃 聽完這些虎爛司機 我們不知道網友 對哪一些虎爛的那種話術 是完全受不了的 我們問一下又云好不好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云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好 其實虎爛也是一個 博大今生的學問 就有網友這樣講說 如果你虎爛虎得好 真的是可以虎虎身風 被人家敗為神 然後走路也是都有風的 不過其實虎爛它也有三大要門 就是你要分享 要有知識 而且還要有廣度 你如果虎爛得太小 人家還不把你當回事 要虎就要虎一個大的 虎大 沒錯 而且還要虎到驚天動地 這樣才可以 流傳後世 萬古流芳 像是我們的 虎爛之神玉琳哥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的技巧 沒有像玉琳哥那麼好 那你可能就會上我們的排行榜 我們今天也根據今晚 開始把官方粉絲團 還有廢文俱樂部的調查 來統計到底哪一些虎爛 就是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還被人家討厭 那第四名就是看到一處污漬 你就可以編造出一段兇殺案 這個就佔了百分之6.5 那第三名就是長颗痘 好像罹患絕症一樣嚴重 這佔百分之19.4 那第二名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 常遇到就是明明就是長得還好 結果被誇上變得美若天仙 這佔百分之25.8 那網友就分享就是說 他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那種專櫃的化妝 就是賣保養品化妝品的 只要每一次有客人上門 他就會把對方說的就是 本來本質很好 本來就是個美人 但是就是用錯保養品 誤了你一聲 你用這個就對了 這個口若懸河的樣子 真是讓網友 就是乾敗下風直接怕頭 這種什麼都能誇 還能把人家誇上天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被他們說服 那就是何宇文 什麼都誇 我要講 我告訴你 人就是要誇獎 誇獎使人好 大家是不是講那一杯水 你一直講很棒很棒 結晶都會變 對 對不對 所以有什麼不能講 每個人都有優點 我告訴你 我是逢人就誇行 舉例來講 我的頻道 頻道的主客群 都是老男人 我的特別來賓 都是一些中年男人 所以比如說看到夢多 夢多來對不對 我就說 好讚喔 體力好好喔 對好壯喔 我一講他壯 他是不是要展示他很強 他就馬上把我抱起來 火車便當勢來了 我的收視率就來了 對不對 那我犧牲一下我OK 沒關係 那比如說碰到白雲哥對不對 我當然就講 好性感喔 我就喜歡你這種胖胖的 有肚子的對不對 然後看到陳維忠我就說 哇 你不但胖 而且還白 我就喜歡加上白的 我就說 我也不喜歡很高的 然後看到維銘哥我說 我其實就喜歡騎機車 我不喜歡坐賓士啦 你就是個水性陽光的虎爛蛙 你 但他們都沒有收我錢 他們都是義務來幫忙的 就是禮善往來 越老的男人就是越需要誇的 越老的男人 你現在指我 越老的男人 但是如果我試試看 我誇他 看他會爽 來 他今天一直撩你 對啊 你撩你 第三次喔 一直在撩我這樣 第三次 我告訴你 昌明哥 我剛剛說你老是一種讚美 因為我看到新聞說你老 但是你可以每天要 哇塞 要是我是雅蘭 我羨慕死了啦 我的禮拜每天要 我怎麼會拒絕 妳也這樣興奮 你知道 我是 你知道 性慾好是什麼 我是 因為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性慾好 性慾大 就是身體好的展現 代表你老當義壯 然後身體很優 老大義壯 老當義壯 老當義壯 所以你現在醫生說 你不只壯還大喔 我想看 我想看 你怎麼一眼就看出我 真的是這樣子 對不對 真的 你又在唬爛 他說出實情啊 有打中你嗎 感覺有一點耶 有嗎 他就是 他就只在稱讚而已 他沒有到唬爛 我覺得超明哥沒 我覺得他不是唬爛 他不是 他說實話 我覺得超明哥沒什麼挑戰性 好 大根 我就有挑戰性囉 怎麼 比較正經耶 認真的 你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情願耶 今天 穿高領耶 高領 臉更圓了 可愛耶 因為我不喜歡很瘦的男生 我覺得男生就是要臉圓 臉圓才有福氣啊 福氣 要來一點福氣嗎 臉環比 對啊 你最近身體好不好 你聊了 沒話聊了 很尷尬 很尷尬 不行啦 問題是瓶頸耶 很尷尬 沒有瓶頸 沒有瓶頸 這麼瓶耶 你變這樣啊 我比較會 我比較會誇中年男生 其實我覺得這個誇獎 都是互相啦 比如說我對亞蘭 我也會誇啊 對 因為他是一個 對自己極度沒自信耶 他身高157 他說我可以用身家來換 三公分的身高 他是這個 期待 你知道嗎 真的喔 一輩子心裡的痛嘛 就是太矮了這樣 然後我都跟他講 拜託 你這個157公分 小巧玲瓏 我們兩個在一起 天照地設 對不對 楊過小龍女 手一搭 人家真是人人稱謝嘛 我說你有什麼好 157非常棒 我的偶像是周慧銘你知道嗎 周慧銘現在出現在我面前 太沒來 沒有你來的美 蔡依林 林志玲現在站在我旁邊 叫我選擇 我只選你 哇 你真的是處女座耶 虎爛王有沒有那個牌子 有沒有那個牌子 虎爛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說完這些話 他開始 把整個家打手得超乾淨 然後每天做牛做馬沒有怨言 那你又嫌過他胸部很小嗎 剛剛好 怎麼會小 太大 醜 一手掌握 那他要靠內衣去支撐 不好看 你那個去打復刻牌 你是第一名 怎樣嗎 靠內衣支撐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了 那一支車 也有那一支車好看的地方 對不對 去上 要跟身高比對 阿雅蘭是因為身高太矮 如果那天大 就不好看 對 比例 像小禎這個身高 就適合那天大嘛 有那麼好 對呀 你是不是現在很覺得 對 我是 不過誇張 其實也還好吧 還好 誇張是好的吧 誇人這部分大根應該也不方多讓吧 其實這也 我不是誇人 我真是發自內心 比方說 你看 我就覺得小禎姐今天這一套 穿起來 那種花 蝴蝶 穿起來整個人年輕十五歲 算算你現在大概只有三歲 對不對 我不三歲 對 對 年輕十五歲 原本十八嘛 對不對 對 誇人這個不是 不是說誇 是真的要 你打從心裡這樣認為 像你們剛剛都不誠懇 那這是誰教我 是我師父教我 師父是誰 我師父就是狗屁界的軍師 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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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他為什麼要教我們 怎麼樣誇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希望你們這樣去誇他 對嘛 對 他希望你們去誇他 台哥是 他已經健身了十幾年了 台哥是難得十年 每天在健身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了 他就是 要這樣維持很難 他就是我在找的 有運動又沒有父親的那種 你不要到處亂撩 他真的很難 他每次 我們以前錄影他就走這樣 大哥 你看我這個 三角形有沒有 我也沒有三角形 我說你試著把手放開來看看 不要放著 那這樣呢 有三角形 你看我這個 鎖骨出來 鎖骨 鎖了 Lock 我直接被你鎖住了 這位鎖住了 那其實都沒有嘛 鎖住了嘛 鎖住了嘛 他就拿手機這樣 鎖住了 鎖完他就PO文 大哥你今天說 他被我的鎖骨給鎖住了 你們說有沒有 然後那些網友 不試相嘛 台哥 他們是沒帶鑰匙還是怎麼樣 沒有 沒有鎖 就是他 可是你每天就這樣 嘗試嘗試下去 他其實也養成一個 健身的好習慣 十年如一日 那個是 我是說身材 這個堅持 他全是白花了 真的 他健身都是看 那個三百壯是那個豪哥有沒有 很壯那個 他就看著他 然後在那邊跑步 都沒有變化 沒有變化 好難喔這樣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後來我才發現 為什麼沒有變化 他吃沒有變化 因為我過程中 我曾經跟著他一起去練習 大哥你來練一練 我就好 然後我就去 然後來了沒有 我們就先跑步 二十分鐘對不對 之後的兩個小時 都是他在指導我 你這邊起來 來 Push 那個教練 就是他在那邊指導教練 難怪他每天去都沒什麼進步 那亞棠覺得自己這一塊很弱嗎 你不會誇獎人嗎 我覺得我不壞 因為我都覺得講話 就是還滿真誠 像我覺得大牛哥就很不錯啊 因為我覺得 就是男生到一個經歷 就是年紀之後 他會比較有這種男人的風味 他不會像一些小屁孩 就講話這樣 你聽我味道 就是很沒態度 你知道嗎 就是大牛哥跟 小牛哥跟林志穎一樣 就是越老越有味道的那種 對 他就是有那種 沉穩成熟的風味 然後他身材也維持得很好 真的 重點是我覺得他很厲害是 他那時候YouTube那時候 我覺得他很強 那我就覺得說 天啊 牛哥也走太前面了吧 他就跟年輕人都可以交往 三年而已 我就覺得說好厲害喔 他跟年輕人 什麼都不會脫節 而且大牛哥真的很厲害 很少台語歌手 可以駕馭這麼時尚的衣服 真的 真的很少 每一趟都好適合你買 真的 大牛哥時尚到 他最近跟曹萌 蔡依潔 去遊街 不是拍東西 我覺得 他比曹萌看起來還帥 真的 比蔡依潔還帥 你比他們這樣還時尚 我看到你 我都想忘其身八五了 是 我們來講 這個節目怎麼變得這麼腐敗 對啊 我們來講鬼故事好了 不要講 我們要說什麼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公布的第一名是什麼 鼓爛的第一名就是 每一次要他做點什麼 是他講的天花亂罪 但最後都沒有辦法達成 這在百分之三十八點七 有網友就說 就是自己每一次有一個同學 他都會說什麼 你們就靠我啦 我超級會做報告 拋碰什麼 交給我 絕對讓你們拿高分 好啦 就是這件事情 大家就是很順遂都想說 那我們就統整資料給你 你就好好的來報告 結果做出來那個power point 跟大便一樣 害他們整組都被老師修理 就像這種空口說白話的 唬爛網 是不是都只會 給大家製造麻煩呢 真的耶 為什麼男生在這方面 好像就是很容易唬爛耶 男生最愛唬什麼 就是說我很造 我很型 我把馬子超厲害 就這種很愛唬這些 像我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 他的確是常常來的時候 都帶不同的妹來 但是這些妹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我們到底是 至今還是一個謎 花錢 不曉得是花錢 還是去哪裡借 我們不知道 不是這樣看起來像是傳播妹嗎 因為我的風塵味會稍微中一點 對 你看 然後穿得又辣 又是那種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但是我們也不會去拆穿她 我們想 很躁 你很厲害 躺一頭 對啊 我不曉得 我其實明明有女朋友 可是這一妹她自己都要扒過來 我覺得我自己 貌似攀安 我的魅力超超煩人無法擋 大家就是吸過來的 我說這麼厲害 有一次我們就在一個飯局餐廳 然後大家在那邊喝飲料聊天 一看 隔壁桌有一個三個女生 然後其中一個像何宇文這麼漂亮 他在回來 他在回來 我為什麼虎爛 我會不自在 怎樣 我不漂亮嘛 不自在 你回去會被割舌頭 就一個像何宇文這麼漂亮 我們說 要不然某某某 你這麼有厲害喔 對 你去把她 你如果把她 從此你說什麼 我們都深信不疑 都是大哥 現場考她 大哥 我當你小弟 我說好 那有什麼問題 想看我的 然後她馬上 真的就是站起來 就一過去 還坐下來了 漂亮 有天 有天 我說厲害厲害 然後我們就在這一群議論發 真的耶 我覺得她之前說得好像都是真的 然後過了一分鐘很快回來了 我說怎麼樣怎麼樣 要到電話 還是怎麼樣 沒有 他說沒有啦 就反正他們就覺得我很帥 那但是他們都死會了 他就開始找理由檔了 對 反正講到最後呢 LINE也沒要到 電話也沒要到 連名字都沒要到 什麼都沒有 那他坐下來到底聊了什麼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的方式一定坐下來這樣 殺什麼架 在喊架 沒有啊 那時候反正他坐下來之後 後來為什麼一分鐘就回來 他說 最後他才講 因為他試著去要一些電話 去搭訕去聊天 對方就是覺得就不想理他 直接打架 直接打架 他就很尷尬 只好回來 他沒辦法再待第二個一分鐘 他是真的吹噓 但有的時候我們是 真的想要幫別人 然後結果不小心被人家覺得 我們在卡糊爛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爸媽就是在高雄 然後他就要上來台北找他 然後我們那天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講說他爸媽要上來什麼 然後我就說 那你叫你爸媽去住西爾頓 我說西爾頓床超好睡 而且因為我們那時候 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在西爾頓裡面 當很高層的長官 我說其實我跟你講 我朋友在裡面工作 他是高層 我們每次去住 只要付最低的房費 平日就四千多 週末就六千多 他就直接幫我們升級行政套房 然後我們就去住了好幾次 然後那早餐很好吃 就講得天花亂醉這樣 我說你快點跟你爸媽說 你就是讓他住 你跟媽媽說我給你住最好的 他說好...那你幫我訂帳 他說我先幫你打電話 然後結果我打去 我就說 那個我是誰... 你可不可以幫我用那個房間 然後幾月幾號什麼 然後講完之後他就說 超尷尬 然後我電話一打完 我朋友說怎麼樣... 那可以嗎 我說那個... 沒關係我先幫你問一下別間 超尷尬 但是我還是再去拜託 別人的別人的別人 幫我弄到別的事 知道嗎 對啊 好啦不管是自我吹捧也好 或是就亂拍馬屁也好 要問一下愛麗絲老師 我們到底要怎樣觀察 一個人說出的話 是出自於真心還是唬爛呢 好我們先從四大星象 地水火蜂 首先從土象來看 我們十二星座有這些反應的時候 就是他可能正在唬爛你 來土象星座就是我們的金牛處女摩羯 這個是小動作開始多了 有沒有 安撫焦慮 因為這個虎爛的時候 土象星座對不對 這麼老實的人 對 木娜 我現在要虎爛 他就會非常的焦慮 天人交戰 不管為了生存 為了什麼都好 所以這時候他就會很多的小動作 譬如說手會把彎那些東西 或是像宇文 剛好就發現他有一個小動作 可能會摸一下鼻子 這樣我們的玉琳哥有沒有 你知道嗎 有沒有 開始有動作了 有動作 因為他縮脖子 或是他有一些很奇怪的手 是在 他好像不敢動 對 他好像不敢動 虎爛 怎麼不敢動又不會講話 又會講話 有個同事也是 他就是每一次你聽他 開始講虎爛的時候 他就手就開始這樣 我跟你講 那個 對 開始來了 他後面的話都在誇獎你 那他很尷尬 然後他有個 帥啊 然後就這樣 抓狂 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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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稱讚的話 想不到 他想不到 土下星座 我們的這個有雙魚 有巨蟹 然後我們的天蠍有沒有 這些星座叫做 不敢看你 然後質疑你不信任他 因為其實我們的水 像是像牛哥有沒有 他在虎山之前 他其實是非常溫柔的 他比較情緒 比較細 他就用感情面 來創造氛圍 但是如果 他已經快要被揭穿的時候 他就會 對 他覺得 他說你都不懂我 你不知道 你怎麼不相信我 我做人就不相信嗎 我的為人 你怎麼不相信我 你不能不相信我 我太相信了 對 有沒有我們那個 警行廳扛霸子 我們的那個趙哥 有沒有 是不是 對 因為他已經不知道 這要說什麼嘛 鏡頭哪一機 這一機 蛤 蛤什麼 蛤賴被抓到的身上 蛤什麼 因為蛤不下去了 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在思考 好 所以你們水象星座 有這關 美美咖咖咖的時候就知道 太苦難了 來 我們小禎的火象星座 來到 好 特別的大聲或惱羞成怒 其實我覺得這個火象星座 蠻厲害的就是 他會有很多的佐證 對 你看看 這是我跟那個 尼加拉瓜總統 吃飯的照片 對 他還約我去他家 跟他老婆打嗨耶 尼加拉瓜總統 對 他們很擅長又 很華麗 這是我哥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這真的是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他就會一直秀土有沒有 因為要提供一些證據 而且你會發現 當你要細看的時候 他馬上又趕快滑下一張 披土 對 因為不然肉粗破這樣 所以我們火象在唬爛的時候 非常擅長用什麼 華麗的包裝 浮誇的言語 然後去掩蓋 其實我正在唬爛你 再來我們的風象 風象星座像雙子啊 天秤啊 我們這些星座叫做 開始兜圈啦 開始轉移話題 風象星座怎麼可能 不會聊天對不對 對 很會哈啦 很會聊 然後也很會呢 就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可是你發現 他開始轉移話題 你要細問下去 他掰不出來了 他就開始顧左右而演他了 他不能夠再跟你繼續下去 因為接下來的 他沒有沙盤到對眼到 你那一段 那一趴 對 他說不然你們聊我們先走了 我之前老闆來了 我先去招呼一下 口才這麼好的時候 蔡蓮花 突然也會口濁了 這時候他就是在掩飾自己的 內心的不安 一桑提供給大家就參考 謝謝艾斯老師 是 最後還是要投一下 今天的虎爛王啦 要 評審團要投票 來 今天究竟誰是 本屆的虎爛王呢 請 去拍 好投棒 一次就透過 很好 你們今天全庫啊 加股心勝利 你們今天是不是 沒有準備他們兩個人的牌子 有 你跟鬼看電影太唬爛 那個太唬爛了 太唬爛了 我是真的跟鬼住了五年 好多故事 他跟鬼看電影是騙人的 你看還在堅持唬下去 他有各式各樣 他跟鬼坐在一起 我跟鬼看電影 然後坐在那裡 我們在看電影 然後他這樣 開始了 我旁邊那個人很害 我旁邊那個人很害怕 他就怕那個鬼怎麼辦 就後來果然沒頭 是不是沒有小動作 不會講話 真的 他在電影的時候 他就想說很緊張 他說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嗎 他耳邊有一個聲音這樣 阿彌陀佛 就鬼不怕他念阿彌陀佛 還是是你在旁邊念 是我 他就是個鬼 綁起來不好講話 不怕鬼 綁起來不好說話 你什麼時候頭一直到尾 對 頭一直到尾 不管你為了什麼唬爛 重點就是還是要珍視身邊 信任你的人 對 要讓人家信任你 對 偶爾那種幽默當情趣可以 但是那種傷害到他人的那種信任 其實就不好了 沒錯 對 謝謝大家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